ICS作為維持民生能源交通運輸工業製造的基礎 那它的安全也是整個工業製造的安全 那這個議程就讓我們看看講者是如何從協議面分析研究 那並找出數個不同的漏洞 那讓我們歡迎這次HICOM總召MARS 還有Selman Yen所帶來的精彩的議程 好 各位午安 我是MARS 那今天帶來的主題是我們Taking Apart and Take a Rises Skata Ecosystem 那我們會以Mitsubishi三菱電機的設備來做一個例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我們怎麼去解析 怎麼去分析 怎麼去破解這些相關的工控裡面的核心的東西 我們的工控的通訊協定 我們以Mitsubishi為例 那在開始之前我還是要介紹一下TX-1 TX-1 我目前是在TX-1 那TX-1是一間由趨勢科技扶持成立的公司 那我們專注在公共控制系統相關的網路安全解決方案上面 所以這也是TX-1也意識到了說公共治安的重要性 我們成立了這一間公司來去做這樣子的各種research 跟產品的開發這樣子 好 那我是MARS 我目前在TX-1擔任治安威脅研究員 那也在一些conference有講過一些talk 包含BREHAB DEFCON 或者是HECON 前進的HECON 加拿大的Sector等等的conference都有 那也在各個地方跟單位擔任過講師 那包含是各個計劃 國防部 科技部 經濟部都有這樣子 同時也是今年HECON 2021的總召集人 那我的同事Selman Selman也是我們TX-1的Step Engineer 也是我們技術經理 那也專注在我們各式相關的公共協定的Posting 跟相關的一些分析啊 Programming等等的技巧 也是我們通訊協定的專家之一這樣子 好 那我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一天的Outline大概會分成四個部分 我們來討論一下說 在公共的生態系 它到底有多重要 它到底長得像什麼樣子 我們會說工業控制系統百家真名 OK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國家 因應國情的不同 它會使用的不同的設備 或者是不用使用不同的生態系 那我們來簡單討論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以全世界第三道的設備提供商 工業系統的 公共系統的設備提供商 Mitsubishi三菱為一個例子 我們來去探討說 三菱在他們的通訊協定上面 有什麼樣的問題存在 那同時我們也簡單的分享說 我們在Report在報這個Vonability 所發生的一些問題跟一個story 來跟各位做個分享 那也順便highlight出來說 現在的工業控制的廠商 他們其實還並沒有真實的 aware到說 Cyber Security的重要性 也還尚未投入非常大量的資源 在Cyber Security上面 那最後還是 因為畢竟身為一個 researcher 不能只做工 我們也要知道說 怎麼去做 mitigation 怎麼去減緩這樣子的攻擊 發生的可能性 或者我們要怎麼樣去保護它 OK 好 那首先 現代的ICS Equal System 那我想我們先從市占率 市場來看一下說 三菱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存在 三菱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存在 那前三大三菱基本上 根據其他研究報告的統計 三菱在全世界的market share 它占的是13% 也占一層 簡單講十個設備 至少就會有一個設備 是它的 尤其在亞太區域 在亞太區域 三菱的市占率其實是更高 三菱的市占率其實是更高的 對 那第一名的Siemens 第二名的Rock & Royal 我就不多提 因為在歐美他們會是比較盛行的 OK 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間供應商 所以其實各位如果有接觸到公共的設備 不管是電梯也好 智慧製造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油水電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三菱的影子在裡面 包含說我們的很多的大樓啊 都有三菱重機 三菱電機等等的 廠商的設備在裡面 好 那看完了市占率 我們也知道說 Market share的部分 我們也來看一下說 在自動化上面 在工業自動化的營收 三菱其實是在全世界佔第二名的 三菱只是僅次於西門子 僅次於西門子 那這也代表說 我們知道說三菱它其實重要性 其實相對的高 它其實相對的高 三菱相對的高 所以這也間接出 highlight出來說 為什麼我們要focus在三菱 我們focus在三菱的核心目的 第一就在於說它非常重要 它有相對的市占率 OK 好 那它也是Top3 它的PLC 它的控制器 那個可乘式化的邏輯控制器 也是前三名的 也是前三名的 那它的PLC branding是Malesec 是Malesec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三菱的Ecosystem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三菱的Ecosystem會長什麼樣子 好 那基本上來講我們會從系統的System Size 因為PLC不同的設備的提供商 它會有小到大去提供各式的服務 OK 所以它PLC的Level規格其實也不一樣 有小到大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從系統的小到大 它會有不同的PLC的層級 從Malesec的FMalesec的IQF或者是L的版本 然後慢慢的Q到IQR 它support的support的這些設備的系統規模 其實大小都不近相同 都不近相同 都不近相同 都是在這些設備上面 它是不近相同的 所以但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它們使用的通訊協定都是同樣一組通訊協定 都是同樣一組通訊協定 OK 那我們也知道說三菱的PLC 它其實它的控制器在世界各地 其實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那不管是製造車子的產業 或者是我們的食品加工業 半導體製程的產業 物流業 甚至是我們的一般的automation 一般的工業自動化 化工產業等等的這些設備 其實它都多少少都有三菱的設備 影子在裡面 而這些設備包含我們所謂的機械手臂 包含我們的PLC 舉凡三菱很多的設備 不同的種類的設備 它其實都擁有同樣一套的通訊協定 那這個也是我們後面會去提及的核心部分 那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我們就想說 我們看到針對PLC 針對通訊協定相關的研究在過去 基本上它針對都是西門子 都是針對西門子 無可厚非嘛 西門子是一些第一的市占率 但其實也帶出來了一件事情是 西門子其實最被focus 所以也很多人做了各種的research 但它也被 到目前為止它基本上也被分析的差不多了 分析的差不多了 不管是Breadhead的2019 USA 或者是Europe of Talk等等的 它都有它的影子在 都有西門子設備的影子在 這樣子 那同時在Protocol的部分 在通訊協定的部分 在今年的Breadhead USA 其實也有提及 今年的Europe也有提及 各種不同的通訊協定 各種不同的通訊協定 但我們討論的 今天討論的是廠商私有的這個通訊協定 它相對影響性也會更嚴重 那我們也aware到一件事情是說 山林在世界各地 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市佔率這麼高 但並沒有 在過往其實並沒有相關的 通訊協定的風險的分析 來看看說它 山林的通訊協定到底安全 或者不安全 其實沒有人做過這件事情 所以這也是我們想要去看看說 那山林的通訊協定到底好 或者不好 到底有沒有什麼風險 可能會發生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OK 那我們也看了一下 山林相關的漏洞 跟山林電機相關的漏洞 Everything我們都做了一些 study跟research 那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是 這些漏洞 它基本上都是軟體層面的 它基本上都不會去牽涉到 所謂的通訊協定的層級 基本上都不會牽涉到通訊協定 它都針對在可能 不管是HMI的software workstation的software 或者是一些debug用的software 基本上它都針對在software 或者針對在某一些模組上面 網路模組 通訊模組 但它基本上就針對 模組有DOS的問題等等的 但它不會去涉略到通訊協定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發現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想要看看說 山林的通訊協定 到底好不好不好 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這又牽涉到一個概念 是因為公共領域的生態系 百家真名 我們剛剛說百家真名 那整個百家真名法 其實種類非常多 因為像Modelbox來說好了 HMI跟PLC之間 我們說人機介面 跟我們的控制器之間 它是透過Modelbox去做通訊的 它是透過Modelbox去做通訊的 OK 那有些設備廠商 它在Angeline Workstation 就是我們所謂的工程工作站 工程工作站 會下載或上傳PLC程式 或者針對PLC做一些Debug 它會用自己的協定 但它也有些會用Modelbox的協定 再外加一些方選上去 在外加一些方選上去 那PLC到Field Devices就更多元 它有些是Serial Line的 有些是Modelbox RTU的版本 就在通訊協定上 光一個Modelbox 它其實就有很多個樣台 那不同廠商 10座Modelbox的通訊協定 其實種類也都不一樣 種類也都不一樣這樣子 OK 那Siemenz就很直接 Siemenz從頭到尾 它都是使用的是 在不管是HMI 或者是Angeline Workstation 它使用的都是 Siemenz的這個通訊協定 S7的這個 或者S7 Plus VI-V2-V3的通訊協定 OK 那它PLC到Field Devices 我們的所謂的終端設備 不管是機械手臂啊 或者是作動器等等的 自動器等等的 它就是ProfitNet的這個Protocol 好 那Siemenz呢 Siemenz的通訊協定 它的equal system 長得像什麼樣子 在HMI跟PLC上面 因為PLC有模組化的部分嘛 所以它可以用不同的模組 那Siemenz也有出了一個 叫SLMP的Protocol 我們統稱叫MailStack SLMP這個Protocol 那這通訊協定 只用在HMI跟PLC之間 只用在HMI跟PLC之間 它也可以用不同的模組 配上Modobus TCP 配上Ethernet IP 這樣子的通訊協定 去做相關的操作 跟使用 那但是Engine Workstation 到PLC 他們做了一個 讀自己的通訊協定 叫MailSoft 叫MailSoft Connection 那在他們的生態系 就長得不太一樣了 就是說在HMI跟PLC 能做的事情 跟在Engine Workstation 跟PLC能做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我們知道說 Engine Workstation 工程工作站 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它要control 這個PLC的所有事情 它要去幫這個PLC 做PLC programming 去處理各種東西的時候 它用這個通訊協定 所以我們也可以預期到說 MailSoft的這個通訊協定 它的能力 它的功能 是比其他的 比MailSec 或者比Modobus 是更多元的 是更多元的 OK 那這是Mizubishi的通訊協定 在PLC到FuelDevice 就可能會用CC-Link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知道說 在這個生態系下面 MailSoft 是可能我們可以去 Research的Target 畢竟 它就是 有很Powerful的功能 我們推測它可能會有 很Powerful的功能 對 那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說 那我們怎麼去 解析跟Compromise Mizubishi的Ecosystem 好 那首先我們知道 剛剛的這張圖 我們剛剛知道剛剛這張圖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 透過攻擊者的角度跟思維 視野 直接用MailSoft的通訊協定 去Access PLC 是不是可行的 我們想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 我們以這個攻擊者的思維 來看看這件事情可不可行 所以我們就 去做了MailSoft 一系列的通訊協定的Study 那它還是一個很Powerful的通訊協定 它也實作了所謂的身份認證的功能 是叫做MailSoft Authentication OK 那基本上各位看到的這些東西 大部分 90%以上 是我們透過reversing 或者Network Analysis 或者各種方式 主要是reversing的方式 去把這些內容給 反解回來 去推敲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找到了一個概念是說 它會過一個基本的認證 是說我們在Message 1的時候 MailSoft會說 憑Message過去 從Engine Network Station的角色 給PLC OK 那它會送一串固定的 0x5A0000F 的這個Challenge Code 它會送過去 它會送過去 OK 那PLC送到之後 它會回傳 它會去 Random了一個 10個Byte的Challenge Code 然後回傳 給Engine Network Station Engine Network Station 會背上這個 回來的Challenge Code 去做一系列相對應的計算 最後把MailSoft的Request 送給我們的 送給我們的PLC Controller的這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就想知道說 Engine Network Station 到底怎麼去做 這個認證的機制 到底怎麼去做 這個認證的機制 OK 那Engine Network Station 會回傳的是 32個Byte的Code 讓PLC去做認證 而過了認證 那 Engine Network Station 就可以去操作PLC Engine Network Station 就可以去操作PLC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那什麼是GX Works 2 還有什麼 什麼是GX Works 3 那基本上我們看到的是說 GX Works 2跟GX Works 3 就Support的是 不同的 不同的PLC版本 不同PLC的型號 的工程工作站 的Coding 操作 等等的內容這樣子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 去做Reversing 去找出相關的問題 我們找出它怎麼去算 這個認證機制 認證的Code 我們就可以有辦法去分析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 這個Engine Network Station 去做分析了 去做分析 我不得不說 GX Works 2跟3 它其實非常的Heavy 它非常的肥 那它其實 Code其實寫得蠻亂的 所以在做Reversing的時候 我們也遇到了不少問題 也遇到了不少問題 但我必須說 一個客觀的事實是說 在工業控制系統領域裡面 這些通訊協定 絕大多數都沒有加密 這是第一件事情 而Even有身份認證 像Malesoft 3.0的Malesoft 有做身份認證的功能 那它還是存在著很簡單的 很簡單就可以被 bypass authentication的問題 什麼意思 我們逆向完之後 發現了一件很核心 很重要的事情是 其實3.0的身份認證 做得非常的不嚴謹 做得非常的不嚴謹 那其實很容易就讓攻擊者 只要知道怎麼計算 我們就可以直接 把這個Code推銷出來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Fake的Engine World Station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假的工程工作站 去對所有的PLC 繞過 直接繞過這個認證機制 對所有的PLC 去做相對應的操作跟攻擊 OK 那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接下來就是很抽象 很難 很麻 很Roughly的這些 我們怎麼去把這個認證機制 給它推銷回來的一個過程 一個過程這樣子 那各位其實可以看到這些內容 這些內容 其實它差異其實非常的大 就像是我們第一個看到說 它收回來之後 然後第一步它會去做 Execretary Order的Buffer 去把Challenge Code 跟Execretary Order Base的Hex Code 去做Execretary Order 然後去做相對應的計算跟操作 那這算Execretary Order的Base 是固定的 那算完之後 它會去Change這個 算出來的結果 在第二步 所以都是固定的 把它去把結果算出來 把結果去算出來 然後去Convert相關的Variable 然後去Valify 剛剛10個Byte的Challenge Code Challenge Code 是不是有符合 他們Pedefine好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機制其實就加總而已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難的地方 沒有什麼特別難的地方 這樣子 所以其實各位到目前為止都會發現說 它在做的事情其實都非常的簡單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 都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太困難的事情 但它就是 有點像是它覺得它是加密 但它實際上對我們來說不是 就像是Base64 是不是加密一樣的問題 這樣子 好 那這邊其實就是各種的reversing 其實它的步驟非常的多 它做了蠻多事情的 只是這些事情都不算是難的事情 它其實都不算是 它沒有用到任何的加密演算法 它沒有用到任何的經銷機制 就可以 就只是這些 我們透過這個reverse的方式 去慢慢把它challenge code產出來 然後它同樣的事情 它會一round大概是十次 就八九個步驟 八九個步驟 它會最後產生六十四個byte array 然後會去特定針對幾個index的部分 去做值的置換 或者去做調整跟修改 然後再調來調去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不得不說這邊的東西 其實雖然這樣逆完發現很簡單 可是實際上還是花了我們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它其實我們要找到說 它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因為其實它的不同的版本 我們說PLC有不同的版本嘛對不對 不同的版本有版本的型號 版本的型號不一樣 這是第一件事情 在不同的PLC上面 所以我們要逆向出來之後 其實它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OK 所以到十個步驟以後 然後它其實我們挑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會去最後 generators一百零零四個byte array 然後cobie它 cobie它的一個部分 到first前面三十個byte部分 然後去convert這些內容 所以其實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就是一來一去 甚至是一來一去 或者是一些固定fiscal的一個值這樣子 都沒什麼特別的難事 都沒什麼特別的難事 OK 那就是這樣順來順去 OK 最後產生出一堆東西 然後它基本上 重複的事情它run了兩次 那我這邊稍微快速帶過一點點 稍微快速帶過一點點 OK 它update了 這一百零零四個byte array啊 然後去把各種offset 把它的值設定 設定來設定去 設定來設定去 但是都沒有用到任何的加密演算法 都沒有用到任何的加密演算法 OK 都沒有用到 然後它也去做了很多的事情 是最終最終 它產生出來的code是兩百個byte 最終最終它產生出來的code是兩百個byte 而它只取前面三十個byte 在engine workstation算完之後 它只取前面三十個byte 塞回去給poc 塞回去給poc 但它其他的事情都沒有做 後面的那些都是useless的data 都是useless的data 在這個環境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在這個環境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OK 然後它repeat了所有的function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OK 它repeat了這前面二十個步驟 再重複再做一次 然後把它資料拉出來之後 再丟回去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做法其實就是透過reverse engineering 跟網路風暴分析的方式 那各位會說它是個private protocol 它是個私有協定 協定的從無到有 我們都要自己嘗試去把它做逆向 去把它做分析 所以我們透過的方式是 我們不只要做reversing 因為只做reversing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看到我們要看的 或者沒辦法便於我們去做分析 那Network Protocol 如果我們能夠從通訊協定的那個層級 來做討論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蠻方便的 那為此我們確認說 這兩個方法可以讓我們完完整整 而且有效的去 把三菱的通訊協定 三菱的生態系給拿下 給拿下 OK 所以我們自己做了一套 Wireshark luar plugin 去做Malesoft Protocol的解析 去做Malesoft Protocol的解析 那這些所有的解析內容其實 都是根據我們reversing的結果回來的 當然它有些內容 其實它是跟三菱的其他通訊協定 是有雷同 但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也base了一些東西 慢慢把它給推敲出來 慢慢把它給推敲出來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覺得 其實能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 能夠bypass那個 authentication了 剛剛的那個機制其實 它就是認證機制 我們bypass到這個認證機制了 雖然我覺得它算不上什麼認證機制 它只是一個校驗的過程 它只是一個校驗的過程 可是對三菱來說 他們是做了一個所謂的 authentication 他們是做了一個所謂的 authentication 的機制去做這個處理 去做一個處理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我們以一個假的 Ageneral Workstation 去做這樣子的攻擊 去做這樣子的攻擊 OK 那我們開始 我們要做的目標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想override 一個PLC的Program 各位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今天是電廠 它的發電機在運作 發電機的PLC 相關的PLC的Program 如果今天在正常運作的時候 OK 它被置換掉 我從它有一堆Code 能夠正常運作的版本 我把它置換成空的一個Program 或者我把它特定某個點位 某個值 某個Programming的內容改掉 之後就會發生一些 一系列的事情是 基本上它的Code就會照著我 丟上去的新的Code去做運行 那這個時候就可能有機會 導致實體的process 我們的發電的流程 發電的運作異常 就有可能產生這個問題 就有可能產生這個問題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知道了身份認證 所以代表說我們過了什麼 我們過了前面四個步 Message的前面四步 M1 M2 M3 M4 我們過了 因為在M3的時候 他們會做Malesoft的request 去做所謂的function code 0X0114 去pass authentication OK 這是個function 它的function code OK 在PLC的通訊決定裡面 function code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你要讓PLC知道 你要做什麼事情 要讓PLC知道你要做什麼事情 OK 所以pass了這個 authentication 好 那pass這個 authentication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都可以了 可是問題是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能做什麼事情 所以接下來就是各種 一系列的reversing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要遠端停止 remote stop 把這個遠端的PLC program給停下來 PLC給停下來 那它的program是什麼 它的code是什麼 它的network的值是什麼 我們要把它一塊一塊解出來 這樣子 所以其實後面這些步驟 我們要做override 我們要把PLC的program override 掉 我們要做的步驟 除了從m1 除了remote stop 然後open它的file open它的file 然後search search pLC program的file 然後讀檔 讀檔之後寫檔 OK 再來m13寫檔 那寫檔完之後 我們要update 新的檔案的size OK m15 然後再來我們還要去做m17 去modify file creation的datate 使出的部分 檔案PLC program的實錯部分 然後把它關掉 把它關掉 然後存到PLC裡面去 真實的存到storage裡面去 OK 然後再把它重新開啟 再把它重新開起來 OK 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是這些 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是這些 那這邊讓各位大概稍微知道一下說 它的整個通訊流程大概是什麼 可是光這樣講很roughly 所以接下來會是一連串 從頭到尾搭配Wireshark的截圖 來讓各位看一下說 這個通訊協定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也不可能一直在什麼二三十個byte裡面 在那邊關落音 我們也看不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要一系列的tool來輔助我們 去做相對應的分析跟討論這樣子 去做觀察 所以這邊各位就可以看到說 OK 在Malesoft的第一個request 第一個ping 聽ping的message裡面 他送了這個V0000FF這個值 這個ping code出去 那PLC就會回傳給他 說一個challenge code OK 這邊我會先跟各位講 這邊如果各位看到說 Malesoft這個request response下面的這些data段 不是那麼official的type的時候 原因是因為 這是我們reverting出來之後 放進去的結果 有些區段其實我們也還不肯定 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他拿來做什麼樣子 但我們肯定他有一些區塊 是沒有 有特定幾個byte 他是完全無用的 完全無用 這是我們肯定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對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說 challenge code回來了 那challenge code是random的嘛 所以我們背上這個random的值 那我們再 把我們剛剛的逆向的過程 combine起來 然後把送回來的這個challenge code 送回去 OK送回去 然後搭配著 0x0114的這個ms authentication ms就是Malesoft的 authentication 我們把他送回去 送回去 那我們就可以成功的 拿到了error code是0000 代表正常可以操作 通過認證 我們接下來可以做 我們要做的各種操作的方式了 我們要做的操作方式 message c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就可以做 我們要做的各種事情 只是說我們要知道的是 不同的byte 他分別代表的是什麼樣子的值 來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remote stopped 那我們要先 我們要針對plc的program去做操作 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針對他去做停住的動作 OK 所以停住之後 OK response回來 沒有問題 我們再去做open file的部分 OK再把file打開 那各位可以看到 wellshock裡面有個man.qpg這個 這個就是30plcprogram的file 30plcprogram的file 30plcprogram的file 所以我們要改的檔案 我們繞過了身份驗證 我們要改的檔案 就是這個東西了 我們要改的檔案 就是這個東西了 OK 好 那一樣open file之後回來 也是0000 那是確定沒有問題的 OK 那接下來就是 其實各位這邊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header上面 subheader上面這邊 還有id1,id2,id3 就是我們其實判斷出 他是id類的東西 但我們不知道 我們還不肯定 他可能拿來做其他事情 還不肯定他可能拿來做其他事情 這樣子 OK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後面一系列的步驟 包含說我們要做的是search file OK 我們要用 201811這個方向code 去search這個man.qpg的file 然後search回來之後 這邊其實就是我們在完整的fake 整個android workstation 跟poc的通訊流程 那這個流程fake完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一次controll的是 一把一千一萬 甚至是數十萬台的plc 只要我們touch的到 在網路行進裡面 touch到這些設備 它又是三菱的plc 就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幾種型號 它基本上都是用malesoft 甚至是連機械手臂 甚至是連機械手臂 甚至連機械手臂 都是有用到malesoft的通訊協定 都是有用到malesoft的通訊協定 OK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些事情 當然也不只可以override plc program 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如果是我們單純只想要他停住 的話我們可以做 我們就只要remote stop就好了 他plc就會停擺了 可是如果我們說我們要更精深的 我們想要讓他的plc的program 變成是我們只想要改特定的值 例如說我們想像s9的事件一樣 我們改轉速 轉速讓他從plc program裡面 瞬間變到非常快 再短時間拉到慢 再拉到快 要隨機設備沒有辦法做 負荷的動作的時候 這樣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去透過override plc program 達到我們的效果 達到我們的效果這樣子 對 所以這邊各位看到的wildshark 就是從我們reversing的角度 切回來 然後到一個比較 比較好分析 好判斷的一個內容去看他這樣子 ok 好 那一樣error code 0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要開始write file了 那因為write file 我們要寫的program其實很大 所以其實m13m14 他會重複很多次 他會重複很多次 ok 依據我們要傳的資料的數值而定 這樣子 然後我們update file的size ok 用不同的comment update file size 然後針對面的qpg的檔案去update他 然後去做系列的操作 像是這樣子 再修改他的時間 date and time 我們就把它改掉 把它改成相對的時間 但那個時間要怎麼改怎麼改 就是畢竟我們已經想要怎麼做都可以 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情針對他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要這樣改完之後 對plc做forensics或什麼東西 其他也有難度 因為我們從通訊協定的角度 他就是正常的一個通訊流程 他就是正常的一個通訊流程 所以我們based on這個通訊流程 很多時候很多的防護機器其實是擋不住的 其實是擋不住的 好 那一樣是送request去做closed file的動作 好 那我必須說因為在不同的plc型號上面 mailsoft的 mailsoft的這個command 其實他還是有點不一樣 他還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這些command 有時候有點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需要去做很不同的處理這樣子 OK 然後修改他的內容到storage裡面 各位可以發現說 我們的lua plugin寫到後面已經寫累了 就是我們把command放上去 大家知道他在做什麼就好 就有些detail的細項 我們就overlook他這樣子 好 然後回來這樣收到request 然後我們就修改完plcprogram之後 我們重新再把它run起來 那run起來之後 run起來之後 run起來之後 Aerror code一樣000 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真實的攻擊是被發生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是我們的攻擊programdownload的部分 OK 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正常的plc在做運作 OK 這是Mitsubishi的一個plc OK 它正常是run的版本 正常在run的版本 那接下來就是一段call講述了我剛剛 這個explore講述了我剛剛前面講的那所有的認證流程 在短短的一秒一兩秒內 就把這件事情處理掉了 包含我們bypass authentication 包含我們把plcprogram直接變成空的 我們注入了我們改寫了一個空的plcprogram進去 所以這一個plc會直接變成error的狀態 OK 當然我們可以控制它的轉速讓它轉速變很快這樣子 對 那plc就停住 plc就停住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已經override它的plcprogram了 我們已經override它的plcprogram 在這個環境裡面 就可以達成這樣的攻擊跟操作 達成這樣的攻擊跟操作 好 那這是原本的plcprogram 從gsworks2看到的 原本的plcprogram長這個樣子 不同的點位 不同的數值 不同的變數 就是各種操作 在我們override掉之後 它就直接是變成空的 一個plcprogram 透過剛剛這個流程 OK 包含我們update新的plcprogram進去 OK 也都是這樣的操作這樣子 好 那各位會問說 那它的音配到底強不強 Malesoft的protocol 這個protocol 通訊協定到底厲不厲害 有沒有差別 能使用到什麼程度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在plc裡面 它其實還分成 CPU module 跟我們所謂的network module 那 Ethernet module 那這些module 針對Malesoft的通訊協定 基本上它 basically 它都是support的 它都是support的 不管是CPU的還是Ethernet的 那也有smlmp 這個Malesic 在HMI跟PLC的通訊協定 這邊上面都有 OK 那各位就可以發現說 在我們survey的結果裡面 其實所有的Misubishi的plc 包含機械手臂 它其實都是使用到了Malesoft的 通訊協定 換言之我剛做的那些事情 對三菱的所有plc都有效 所以只要碰到這個設備 我們就有辦法造成一系列的問題跟操作 一系列的問題跟操作 那當然我們會說Malesoft Malesoft也不 這個認證機制也不是全部的plc型號都有 有些有有些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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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比較新的 比較新的它反而把認證機制 這個機制給移掉了 那比較舊的還有留下來 比較舊的還是有留下來 所以這個考驗到說 在同一間廠商 它不同產品線 它實作的方式 東西也都不太一樣 也都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用這個plc做什麼事情 remote run啊 remote stopped都可以 去把process interrupt 掉 override POC program 或者我們要針對某個數字 去做讀取或寫入 去修改小部分的process control 的流程 或者是inject malicious的file 進去到plc裡面 去做其他的操作 也都沒有問題 也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對應到miter的matrix 如果對應到miter的matrix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miter的matrix 可以對應到右半邊這一塊 造成什麼樣的inpay 我們通過這樣的同意協定的攻擊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 這個denial of control的攻擊 這狀況產生 loss of control 或者loss of review 或者我們可以去操作 攻擊者可以去做各種 control process flow 的操作 都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在inpay的部分 我們其實做到 我們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到很多 而且很完整的事情 就憑著這樣子的同意協定的攻擊 就憑著這樣子的同意協定攻擊 其實相對的危險 相對的危險 那普遍的公共的同意協定 它其實都沒有去做任何的防護機制 都沒有去做任何的防護機制 那接下來我們也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分析完了之後 那我們覺得說這是個問題 這是個問題 那我們報給三菱 那三菱怎麼回覆 OK三菱怎麼回覆 那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去年就做完了 只是我後來因為太忙 就一路忘它忘到今年 才發現說 今年好像還有這個東西 可以拿出來稍微分享一下 拿出來稍微分享一下 不然這個東西我們做好 其實蠻久了 這個基本上我們跟三菱的來回 其實狀況蠻平凡的 跟三菱的來回 那個信件的來回狀況是蠻平凡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我們怎麼跟它通報的 OK 我們通報三菱漏洞之後 三菱的第一次回覆回來告訴我們說 這個認證的process 我們提出的這個認證process 不是用來保護customer的security 而是用來防止三菱的設備 不被其他廠牌的設備連進來 不被其他的廠牌的設備連進來 所以他們define這個不是一個弱點 一個漏洞 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security的問題 所以我拿了這個通信協定 我繞過了這個認證機制 我可以do everything 我們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我們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OK 因為我們是透過ZDI 就是TS1還是under在全麥克風下面 所以我們based on我們的policy 我們都會是透過ZDI去做 然後BAT的report這樣子 好 那它告訴我這件事情 這是三菱的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問問看三菱說 我們覺得我們想要確認我們雙方的一些認知是正確的 畢竟我們繞過了這個認證這個協定的認證機制 那我們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但在通信層面上來說 他說這不是security的問題 這只是他要防止customer連進到他的設備 其他的人連進到他的設備的問題 那我們也提出說 我們覺得說我們by positive authentication 我們可以去fake一個engine workstation 然後去send一個 不被授權不被允許的comment and PLC 成功地達成我們要做到的攻擊 這是我們想要去確保這件事情的一個邏輯 那同時我們也補充一些相關的認證流程等等的 因為其實我們第一次deliver的資料 跟我們第二次deliver的資料其實資料量不一樣 其實第一次給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給到影片demo 我們就是給了一些流程 我們逸出來的結果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有中間 我們中間還有其他行件來往 只是我把它稍微濃縮起來這樣子 反反覆覆地濃縮起來這樣 好 那Vender最後還是回來了一個說法說 他認為說這個 這個without paper authentication的process data在米津比學 POC 可以被operated by其他的公司的設備 他們想透過SLMP的部分 OK 所以他們把焦點移到了SLMP這個protocol上面 他們不談了Malesoft這個protocol的部分 OK 然後他們也覺得說這個認證機制 他們再次一直立足於說他們只是要保護 確保其他的設備 其他廠牌的設備不會連接到他們的設備裡面 因為SLMP是一個完整私有的生態系 SLMP的PLC 在他們最早期的規劃 是SLMP的PLC 就要用SLMP的HMI 就要台北SLMP的其他設備 是他們最早期的規劃 但後來 他們其實也做了很多的調整 所以他們把SLMP的設備 這個認證機制拿掉了 那他們也覺得說這個不是個問題 然後同時他們也回來了一些部分 但這個比較不重要的 我就不特別多提 好 然後 所以我們也還是講了一些東西 因為包含說 可能information leak 或者是一些資料的東西 我們還是做到很多 我們還是可以從PLC裡面拉出很多東西 或者PLC code出來等等的 從他的code 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他可能想要做什麼樣子的process control的流程 這有些時候對PLC 對智慧制造常常來說 是他的know how 流程來說他是他的know how 他覺得這是他要保護的 那我們一樣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從這個角度切進去 然後去做各種的補充說明 同時SLMP我們也補充了 因為SLMP是我們最早期先研究的東西 所以他講的東西其實我們也有發現 也知道說他們 他應該影響能夠到哪些範圍這樣子 影響能夠到哪些範圍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一樣去提一下 那同時因為基於一個流程 我們還告訴他說 OK我們預計 會把這個東西 summit到 cybersecurity相關的conference裡面 去做一個sharing 去做一個sharing OK 那後面問題就來了 那接下來廠商就會說 SLMP的問題 好沒問題 他們就死不認 沒關係 那最後他們還告訴我一句話 另外一封信 特別寄了另外一封信出來說 在我們sharing的時候 請告訴大家說 這個issue不是一個 vulnerability 不是三菱產品的弱點 不是三菱產品的弱點 這是他們deliver的一個概念 說OK這個只是他們要保護的 那這不是 在三菱的設備上面 用的這個通信協定 但不是三菱的弱點 那尊重他們 所以我們說 我們follow 從廠商的角度來說 廠商不認為這是一個三菱設備 三菱設備的弱點這樣子 OK 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一個這樣的概念 OK 那我這邊其實想highlight的其實是 其實在智慧製造商 在設備提供商上面的security的意識 跟在我們真的做sever security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一個很大段的gap 他可能不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事情 他可能不知道這個會產生什麼樣子的風險 這也是我們會擔心的事情 而這些設備提供商 不管是三菱 不管是西門子 Rockwell Honeywell 或者是日本的Omeron等等的 這些單位 這些東西 這些廠商 他們提供的系統 維護的是我們的 油 水 電 智慧製造 交通 台灣的關鍵基礎設施 全世界的關鍵基礎設施 甚至連美國的軍事工業 都有用到這些設備 跟這些通訊協定 而這些東西都是不安全的 然後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這是我覺得比較要去promote的一個部分 那最後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還是知道說 這是一個很相對嚴重的問題 而且連三菱他們不打算修 那他們其實說 他們也針對說 有些設備的弱點 跟通訊跟Network相關的弱點 他們建議在 你要在前面放個firewall 他們建議你要在前面放個firewall 那重點來了 我們要能夠防護這樣子的攻擊 我們必須要能夠先解析 先看得懂這樣子的攻擊 所以我們要能夠看得懂這樣的通訊協定 我們才能夠去做detect 知道了 我們有可視性 我們能夠看得到這些通訊流量了 我們才能夠去做相關的防護 那其實在我們這場talk裡面 如果各位有興趣 其實也可以去針對 Malesoft Protocol的LuaPogging 跟SnowLua 我們也都會提供給各位 讓各位去嘗試去detect 跟protect Malesoft Protocol 如果各位的環境裡面 有用三菱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原則上 如果各位急著想要的話 在今年的DevCon 我也有share這篇talk 所以各位可以在DevCon網站上面 找到LuaPogging 跟SnowLua 來去解析Malesoft Protocol 如果各位的環境裡面 有用到的是三菱的設備的話 那SnowLua我們就簡單的去 基本防御一下 一些認證機制的通訊協定 OK Stop的協定 Remote Stop Remote Run Write File 這些相關的操作的SnowLua 我們就簡單拿出來跟各位分享 那我必須說 這個是很Roughly的Rough 它不是非常Deeply 解析到每一個Byte 特定幾個區塊的Byte 我們只抓到Keypoint的部分 我們只抓到Keypoint的部分 去解析這個部分 去解析 去做這個Detection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通訊協定 是真實有在各位的環境裡面的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 他們是沒對這個協定 在他們的網上裡面看到 它就是TCP 它就是TCP IP的通訊 它連這個通訊協定 是什麼都不知道 它連判斷這個通訊協定 是不是正常的 它都不知道這樣子 OK 那再來 那當然那是短期的啦 那再來其實就是 這也是一個心得 就是希望長 短中長期來看就是 在ISIS Vendor上面的 Security Winners 資安的意思 他們還是需要被提升 還是需要被提升 不管是製造廠商 不管是這些設備商 或者是服務提供商 尤其是這些西牆西門子 這樣子的核心技術的 公共技術的提供者 都需要去處理 當然各位的 公共的網路環境裡面 其實也需要各種 眾生防護的保護 眾生防禦的保護 來去Secure這個環境 因為我們會說 公共的環境 它不會是單點去做防護的 它一定是整個網路區塊 由眾生防護去做防護的 那在未來 也希望能夠有 是Secure Design的Protocol 出現在我們公共的環境裡面 因為現在公共的環境 它絕大多數使用的通信協定 是不安全的 是不安全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達到這件事情 那確保是 在Operation 在持續running的階段下 它還是所謂 Securely running 去Secure這些 它的安全意識 安全機制 因為我們知道說 Operation running是 這些油水電 各位想像 電廠如果有停電了 各位會幹掉要死 我也會幹掉要死 對 那這也是不可能容忍的 所以可用性它們第一個基礎 那在可用性沒有問題的狀況之下 去安全的保護這個running的機制 我覺得也是 需要去被保護的 而且事實上 在世界各地 從2010年到現在 數百起數千起的 公共相關的治安事情 也都發生過 那也都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都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這也是我們 可以需要去重視的部分 好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謝謝各位 好 讓我們感謝 Mars講師的精彩分享 那現場有什麼問題想提問嗎 歡迎提問 那邊有一個人舉手 不好意思 我請教一下 就是 你們發現一些公共PLC的問題 那廠商是有能力去修補這個問題的嗎 比如說像我們軟體方面 我們直接上page就結束了嘛 但是PLC算是一個半硬體的東西 那一般的PLC廠商有辦法去 利用派送patch這樣子的solution去解決問題嗎 還是說可能要做更複雜的手法去解決它 謝謝 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其實它如果要做修補或操作的話 因為它不單單是軟體 不單單是那個 Software的問題 它其實還有硬體 PLC怎麼去驗證這個 authentication演算的部分 操作的部分 所以兩者要 Software的patch當然容易 相對容易 OK 我會說相對容易 那但是在PLC的patch上面 基本上PLC買回來 進場 它基本上它就不會再做update 原因是因為它只要update 他們不敢確保他們的operation 還是容你正常的運作的狀態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在技術上 原廠的技術上 他們是可以慢慢把生態器去做轉換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轉換 可能需要歷經五年十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 才能夠讓他們deliver出來的內容 是有意義的這樣子 OK 好 那邊也有一個問題 請問 你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他們有一些prologle 已經把authentication機制拿掉 是 那這部分 他是說是Malesoft之後的prologle 把authentication拿掉還是怎麼樣 比較新的PLC 在30的生態系 做了一系列的轉變 他們的生態系 傾向開始做開放 他們有聯盟的部分 所以因為這個關係 他們讓其他廠商的設備 也願意接入進來 所以他們把他 這個認證機制給拔掉了 所以換言之 拔掉來說 對我們來說他是更不安全的 因為我們不需要做任何的認證 我們直接 只要看得懂這個通訊協定 我們就可以去做 這個通訊協定的操作 一樣可以影響到他們的 的process control 這樣子 謝謝 好 那現場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邊也有一個 那 想請問一下 就是 如果有人想要 買一個小小的PLC回去研究的話 大概需要準備多少預算 我記得 19年好像有一位老師也問過 類似的問題 PLC的大小都不一樣 所以規格操作也不一樣 那要看你study要到什麼程度 其實費用也不一樣 便宜的大概數十萬 貴的幾百萬 也都有 因為不同的PLC等級 他control的process flow 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 OK 所以是有錢人在玩的東西 因為公共的設備 他都相對比較貴一些些 因為畢竟他一放進去 他可能就是二十年不會放出來 所以他就是一直run這樣子 那便宜的PLC可能 集成塊就有了 可是他功能可能不是 你想要驗證的功能 對 那比較貴的比較多功能的 種類也都不一樣 像3.0的PLC價差其實也蠻大的 幾百幾千 不對 幾千 幾萬到數十萬 然後不同的模組 這樣看你要需要什麼樣的模組 網路模組 通訊模組 Io的模組 或者是強化CPU的模組 都不一樣 那他就會造成 他的預算上面也會不一樣 對 會是 其實很難去估量這個預算的部分 好 謝謝 OK 那邊有一個問題 這是這樣有嗎 OK 然後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你剛剛有 因為剛剛第一位有問到說 修補的問題 是 然後我很好奇 因為原廠提供緩解措施 或是solution 這是一點 那跟客戶要不要中斷他們的operation 去進行修補的動作 這個是兩件事情 那我想請問的是 就是在你回報漏洞的這過程中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 insight是可能 原廠為什麼會 不太願意提供solution的原因 對 你說不太願意提供solution 是什麼意思 因為剛剛從那些信件看起來 他們態度是比較沒有那麼主動的 對 那我很好奇 就是在這來往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發現一些insight 是什麼原因導致原廠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回應 我還是會回到那個核心概念是 我覺得原廠在security 不一定是針對三零 其實很多場域 很多廠商都有這樣的概念 問題就是 他們對於security是沒有awareness的 他們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影響性有多重大 所以他們也不確定 就因為對他們來說有點像是 我公控我負責的東西就是operation 我負責的東西就是 它的運作正常就沒問題 可是資訊安全這件事情 不是他們的know how 他們也不知道說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那很多時候其實回到你剛剛的問題 他們 我不能說消極 因為這大部分的廠商 現在都在公控領域 它還是這樣的回復態度 但如果要修這件事情 對三零來說 它會是整個生態系上面的影響 因為這個東西是通訊協定的轉變 或調整 它不是隨隨便便出個分位 上個patch就這麼簡單就結束的 它要改的是整個生態系的架構 它使用的設備其實 種類性也蠻多元的 對 會是這樣子 OK 好 那在slido上面有一個問題 那是 它說 請問就是對於類似gxwork這種非常大的層次 層次 那甚至沒有symbol 也沒有第三方的source code 那通常就講者的經驗 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切入這樣子 那與gxwork為例 逆向時主要遇到的瓶頸是什麼 那跟最終克服的思路 就是大根繁雜 然後花時間 就是會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在 它到底是怎麼去把不同的通訊協定的packet去build出來 所以就是靠時間硬幹出來 對 好 還是靠時間 真的 那它有順便問啦 就是slider跟plugin會公開嗎 這個你剛剛好像有回答過 對 對 好 那現場還有什麼問題嗎 喔 那邊又有一個 那個我問一下 那個我問一下 Mitsubishi的 它有它自己的圖控軟體嗎 是 有名字嗎 就是像IndoSoft 那沒關係 會後如果你有再跟我講一下 沒有問題 老師隨時請教 好 那我們現場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再讓我們掌聲 感謝一下今天的講者